各位朋友,你們好,歡迎你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為大家準備了一個送飯和酒都很好吃的傳統菜式 它流行了有上百年,叫做椒鹽魷魚,非常簡單也很好吃 介紹一下這些材料,當然我們有兩個鮮油,我剝了皮洗乾淨 一會兒就切給大家看,有幾種切法 菜碼方面當然有辣椒,我切片,大家隨意 如果你不吃得那麼多辣的,就加少一點 吃得辣的,加多一點,或者加紫天椒也可以 蔥花,一半青的一半白的混在一起 有些洋蔥粒,傳統的時候沒有洋蔥粒的,不過我放一些 讓它有洋芽一點,就好了 煮到這個椒鹽才有,很重要的就是一個 要用淮鹽來炒,這個淮鹽非常簡單,不過還是要製作一下 它的成分是有鹽,一會兒我們先炒香的鹽 炒香的鹽,我們會放五香粉,和花椒粉 好了,首先我們先炒鹽,白鑊,不要放油,燒熱鑊 也不需要太熱,加些鹽 再加進去,看看裡面,裡面會說一些題外話 我們以前學取,學拋鑊,師傅就放一碗鹽給你 慢慢拋一拋一拋,就學會拋鑊 鹽就不需要炒太熱,因為你待會放五香粉 花椒粉會有一種焦糯的味道,炒至粉紅色度差不多 四分一茶匙的五香粉 你一路落一路 加上我已经闻到很香的香味了 冻有花椒粉 四分一茶匙 但这些花盐可以留下 用很多次的 不是今次,只是今次用来 你炒开就炒在这里 有时焗一些花生 或者炸一些花生 倒入椒盐花生 很好用的 椒盐鸡都可以用的 好了,我们放凉 好了,已经放凉了 大家可以用胡椒粉瓶 也可以用玻璃瓶 倒起 你用的时候倒入椒盐 很好用的 我们现在先切好 鱼鱼 鱼鱼 这个部分是在里面的部分 我们在这里放刀 先 不论你切什么形 首先切到横纹 不要切到底 切到五分一 不要用力 慢慢切它 再把牛鱼切开 此状 加远国鱼尔街 鱼切好了 鱼更顺利 这样 现在再切一并 鱼其中 鱼我们需要五分别 鱼切到横纹 鱼切成横纹 鱿鱼迭不是蜜水形吗? 如果用鱿鱼将鱿鱼炒出来 像一个蜜水形这样一卷在中心 鱿鱼切成小颉亭 用三尾刀 一熟后,它会伸出来像一个蜜水形 第二种方法 有一种方法就是像鱿鱼筒 切了横纹之后 大概三到四行刀 要斜刀进去 三到四行刀 煮出来是一个统形很规则 有几种方法 大家喜欢如何都可以 这些是两边的刀 一样是这样 这边是薄一点,这边是厚一点 所以这边是硬深一点 切成厚一点 这边是斜的,不是直的 酥也很简单 为了整齐一点,尾部就不要了 大约在这边一开二 把腸部切成一段 我正在烧油炸,待會用猛油炸 我們用廚房紙吸乾 這些已經洗淨了,最重要是吸乾一點 也會有人先用水煮一下,但我認為這樣會比較過火 因為你還要炸的 就可以了,吸完水 一半一半 先把麵粉放進去 1-3分 把雞蛋放進去 我這隻是小小的 好了,把它攪拌均勻 要攪拌均勻 把它攪拌均勻 好了,我們加上粉 把麵粉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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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 把油升溫 兩次 這樣便會非常脆 又說回另一個問題 為何你加麵粉又加生粉 這樣 如果你只加生粉 就會脆得來 很慘 即是卡住卡住 但如果你用麵粉 再加上雞蛋 它會比較脆得來鬆化 這個分別 大家看到油的表面有些紋露 你會看到的 好像煙霧一樣 差不多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進一步 混合它可以不可以呢 當然也是 找東西試試 這樣便很夠身 可以了,要快一點 再說一句,不要怕 你越怕越燙到手 你會在旁邊 放進去 放進去 不然它會脆 因為它會脆 把麵粉炸至定型 不用緊張 把麵粉炸至定型 大家看到是否很脆 又會問 如何維持夠身 現在它已經熟了 但你要炸脆 炸至金黃色 又好看又好吃 如果大家想炸兩次的話 就是這個時候 拿起它 再升溫 再一起倒下去 再炸一次 但我們今天就 一鍋到尾了 再放入煮 這個時候不要偷懶 準備一碟 準備將紙 鎖一鎖油 雖然不太多油 鎖一鎖油 再放入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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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焦油 煮焦油 再放入蒜蓉 但蒜蓉的味道 太搶 就搶掉了 蔥和辣椒的味道 反而不太好 如果大家想放蒜蓉 也可以 可以的 所以現在放入煮焦油 先放些粗一點的鍋 加少許蔥白 還有要炒煎 煮焦油 一煮焦油就浪濕地 当然又是那一句,你喜欢盐酒也可以 然后下辣椒 要炒到它出味道 大家千万不要加太多油 加多油,再加一块 炒到它出味道,我们就可以下油 我还有另一个建议,我是关火才加的 好了,把它加进去 盐 这些盐大概用1茶匙半 但不要1茶匙倒下去,你一直要撑下去 如果你不泡,你会这样撑到周围 再翻翻它,就是这样撑下去 不是你刚刚碰到那些盐,那边就很咸的 不均匀了,好了,我们可以上烤了 我先留下拿大欠修 再来一下,我们再说 优优独播剧场上 楼上 优独播剧场上 我先放 West 我